即将在9月举行的国州议会议长大会 可能会讨论权势反跳槽法和漏洞 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佐哈里就表示 虽然暂时还没有相关的讨论议程 不过他不排除 也不阻止其他的议长提出 希望可以透过讨论 促进大家对于反跳槽法的理解 我们会讨论这些议议程序法 所以在法院可能会变成一个议议程序法 可能会变成一个议议程序法 然后在最终的议议程序法 但在最终的议议程序法 但在最终的议程序法 也会变成一个议程序法 这些议程序法 佐哈里今天到Pili周一会展开工作访问 受到媒体追问时指出 每个州署各有本身的州法令 作为主要参考 在国会发生的事情 可能只能成为一项指南 最终每个州都有各自的权利 他也提醒说 虽然议长也是政治人物 不过在扮演议长角色的时候 必须要公平、理智还有中立 否则会导致不公状况发生 所有议长都必须遵循指南、常规和条例 2024年全国国会和州议会议长研讨大会 将在9月11号到14号在沙拉越举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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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